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也是很好的問題 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遇過 或者見過朋友有同樣的問題 有沒有 有 有 這個問題就是 我剛才說的一個婚姻 我們現在說是一個婚姻離婚的東西 一套子女 原來她戴著一套子女 轉入第二段婚姻 不知道第二段婚姻有沒有子女 還有配偶的前一段婚姻 兩個都是在婚人時 女方有子女帶來 男方有子女帶來 自己也有子女 三個家庭 所以都有這副家庭 在法律上 如果再離婚 這些子女就要婚了 究竟這些子女 如果這個婚姻的家庭子女 當然要當家庭子女 跟這個婚姻的家庭子女 但如果是第二個家庭子女 叫嫡子女 就要悉身 就好看這個家庭 對待這些小朋友的時間 如果是小的 是不是都當作她是自己的兒女 這樣看待 如果她真的沒有分給錢的 其實可以當成朋友壓力 這樣處理 但如果不是 譬如太太嫁進來 但兒女 我以前有個個案很傷心 媽媽就是第一個前夫 有個兒子十多歲 她改革,她真的沒有兒子 就交給前夫的兄弟姐妹 那些兄弟姐妹就很生氣 其實已經想著照顧她 給她弟弟 不過她弟弟沒有什麼財產 我也覺得她不太理解 但當然是社工 原來她的原生家和媽媽都是這樣 她就覺得幫我好意思 那我都無語了 她有她自己的苦衷 但如果你說有些婚姻 但兒女就交給另一個臭 其實這個婚姻也不應該要負責 所以好看每段婚姻的安排